跟黄珊珊一前一后出席社子岛会刊 大家都说好巧喔 因为王世坚最新被点名 可以当选首都市长的刺客 你怎么会想说跟珊珊委员一起来 她邀请你来 不是 对 因为只要为社子岛好 居然是黄珊珊主动邀请 倒是黄珊珊格外低调 不知道是不是跟主席柯文哲 喊出2026决定民众党存废有关 委员柯主席说2026选不好 要收探会有压力吗 其实黄珊珊要是真的成为 2026的刺客 第一个最紧张的 应该是现任的蒋万安吧 她的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 一个真男人 我想黄珊珊委员过去在议会 他常会送我礼物 也很希望他能够过去在议会 所答应能够协助台北市 各项政策的推动 能够在中央帮我们发声 帮我们争取 尽管满口称赞 但显然他希望的礼物 绝对不是王世坚变连任对手 目前民进党内除了传出可能的吴思瑶 前立委高嘉瑜也表态 包括郑文灿 林又昌都被点名 最新还加了王世坚 选市长完全不在我的生涯规划 而且我个性上也不太适合 我适合监督 自认更适合当立委 王世坚强调美意愿 转头推荐起高嘉瑜 高嘉瑜其实很适合 其实高嘉瑜比我适合多了 因为他那个 角岸是男神 高嘉瑜是女神 那我是野兽 那高嘉瑜我是养人支持哪一位 到时候再看我们党是提名谁 我们党是提名谁 那我不能说我个人支持高嘉瑜 然后就 就我现在就讲这个 我要看我们党的 那个决定 两个女人都不得罪 还留下听党的话的淡书 王世坚谈2026忙撇亲 还谁也不得罪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是呀